劉邦游许案大概是台湾 官洛英 堪昂怡 有地府最多的 想盡辦法掉亡魂 掉上來要問對不對 連當事人的這個家屬 都曾經嘗試要把這個陰魂掉上來 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過就是沒有辦法說出 到底兇手是死一樣 哈囉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傑西卡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特別來賓 民視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瑞德哥 傑西卡好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想要邀請瑞德哥 來跟我們聊一下 這起發生在1996年 震驚台灣社會的桃園縣長 劉邦有滅門血案 那當時這門血案 總共9名的被害人 遭受到這個刑刑式的槍殺 那只有一名倖存者 但是他受到重傷 所以他的智力就嚴重的退化 這起已經發生將近25年的 這起滅門血案 還有機會來破案嗎 今天想要請教一下瑞德哥 這起案件是我們台灣 那麼清查的人數最多 就清查的嫌疑犯人數最多 然後呢 監聽的相關的電話最多 還有就是那麼他 懸賞獎金也非常高 超過新台幣兩三千萬以上 那麼一個重大刑案 可是因為他的線索非常的多 他清查的人數又非常的多 但是呢就缺臨門一腳 為什麼呢 當時的這個桃園縣警察局長 謝秀能是我好朋友 那麼他曾經有一次 當時李登輝前總統 那麼來到桃園的時候 那麼他有跟他報告 快要破了 也就是說警方事實上 都已經快接近了 接近了那麼嫌犯的最後一道關卡 就卡在那個地方 因為你沒有這個 因為台灣後來我們採取的是 嚴格證據法則啊 在刑法裡面 你要定一個人的殺人罪 你必須要有確確的證據 你不能只是聽傳聞證據這樣子 那麼所以呢 很可惜的就是說 總是缺那麼你們一腳 那這個案子呢 在1996年 跟這個等於說1997年 這兩年 大概是一年多的時間 連續爆發了幾件重大的刑案 你剛剛講的這個 劉邦游雪案 彭婉如命案 還有白曉燕遭綁架撕票案 這三大刑案 也不能說懸案 那麼因為呢 最後白曉燕遭綁架撕票案 有破 可問題是 劉邦游雪案跟彭婉如命案 到現在都是一個謎 可是啊 他們這種刑案呢 那麼有一個特點就是 他你問我能不能破 他可能有的案子是這樣 想盡辦法要破他就是沒辦法破 但有可能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因為一個什麼事情 一個什麼關鍵 就破了 那在我跑過的中華新聞裡面 就是有那種 想盡辦法 那麼劉邦游雪案 大概是台灣 關落陰 勘昂遺 對不對 然後呢 有地府最多的 想盡辦法掉亡魂 所以說掉上來要問對不對 那連那個當事人 連當事人的這個家屬 都曾經嘗試要把這個陰魂 掉上來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過就是沒有辦法說出 那麼到底兇手是誰 那但是他清查的 其實他總共有五大方向 就是因為從這些人 剛剛講有九位嘛 那麼一位鄧文昌前議員 他頭部重況 但後來有救回來 但自力退化了以後 他顯然沒有辦法很清楚的記起 當天發生什麼事 或什麼人心胸 就非常可惜 然後八個人死亡 不過這起案件最特殊的是 要在這裡跟大家講 他絕對不是境外殺手所為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認為說 哇 這麼兇慘對不對 是不是職業解殺手 這樣的殺人的這個行凶手法 在中國大陸發生過 中國大陸發生過 一模一樣的行凶手法 但問題是在台灣 從來沒有發生過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只知道說 九個人是被槍殺 但你們不知道他槍殺的方式 是台灣絕無僅有的槍殺方式 他並不是拿著槍指著 被害人的額頭 太陽穴 後腦都不是 他竟然是從頭頂天灵蓋打下去 那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什麼 代表第一 事實上他應該不是職業殺手 他是一個很冷靜 但是很冷酷 很兇殘的人 但他不是職業殺手 職業殺手 殺人不會直接從天灵蓋這樣打下去 因為他很簡單 他在打頭就好了 通常就從你的頭的後腦 還是從你的這個額頭 或者是我剛剛刪的三個部位 太陽穴 通常職業殺手會開槍的部位 大概是這個幾個地方 那麼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原因是因為 這九位被害人都被他制服了以後呢 或蹲或跪或坐在地上 所以他槍拿起來 就就去砰砰砰 這樣子開槍打掉 然後事實上 我們知道這九個人的行凶 被殺害槍殺的次序 我們都知道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歹徒用現場所有的膠帶 那個膠帶把他們的嘴巴貼上去 而他們貼的膠帶的絲痕 是用手撕的 所以根據每個被害人的膠帶 就可以知道他的順序 就可以知道 因為你膠帶先撕 先貼哪個 再撕貼哪個 你有一定的痕跡都不一樣 每次痕跡都不一樣 然後所以呢 那麼就因為這樣子歸類出來 九個人歹徒是 先制服誰 再制服誰 最後制服誰 都知道 既然是絲膠帶的話 是不是證明 其實指紋也會在上面 你問到這個等於說 最關鍵的 指紋是不是也留在上面 我告訴各位 這是一個最離奇的案件 他總共有11枚的指紋 是 就七枚到今天還沒有 這個等於說 驗出來到底是誰 那你會問我說 為什麼會驗不出來 你不要以為全台灣人 都有指紋建黨 我們台灣的這個女性 大概只有 現在當然女性可以服兵役 那麼以前女性不能服兵役 所以呢 女性大概只有嫌犯 嫌犯的話呢 那麼才會留下相關的 這個你有犯過刑事案件 才會在警察局就按捺你的指紋 掌印 會按下去 那男性的話呢 除了這個前科犯之外呢 還多一個當兵 當兵的要身家調查 身家調查之後 就必須要按捺指紋嘛 但你們不知道 有三年的時間沒有 義南 台灣的義南 有三年的時間 沒有按捺指紋 為什麼 因為當時 那麼有人啊 就提起人權動勢啊 就提起人權 所以認為義南他是去當兵 他又不是這個 嫌犯 為什麼他要把這個 人身的辨別識別的東西 按下去讓國家所掌握 最後進了刑事警察局的指紋庫 這是不對的 所以呢 那三年啊 並沒有這個所謂的義南的 這個相關的指紋資料 那如果 行凶的歹徒沒有前科呢 那有人會問說 哎呦 這就是為什麼當年啊 會講說是境外殺手的原因 會懷疑的原因嘛 那麼因為呢 境外殺手當然就沒有前科啊 他偷渡進來 偷渡出去 你怎麼會有前科對不對 然後呢 就不會有指紋的資料嘛 但是現場總共 剛剛說有11枚指紋 有7枚非常清晰 到今天都還沒有驗出來 這是最離奇的地方啊 那麼 可是你也不能排除 剛好有 他不是義南 然後呢 或者是 他剛好是那三年 沒有建黨的義南 或者是 他根本就沒有前科 沒有留下相關的這個指紋的資料 那麼我先講這個案子 當時事實上呢 他們這個案子其實很簡單 當時就是陸陸續續有幾批人 進到這個桃園縣長官邸 他們的時間大概是在 七點 凌晨七點多到八點多的這個時間 那當時呢 那麼因為 官邸的這個警衛劉明吉啊 他即將交接勤務 應該是在八點左右交接勤務 所以另外一個這個 要交接的警衛劉邦亮 也已經到了現場 現場有兩個警衛 所以後來被搶走的槍是一把 那這一把槍 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就是歹徒行凶 那麼槍殺九個人的這個槍 警槍 有四十發的子彈 然後呢 這個當時啊 是陸陸續續進來 包括有鄧文昌先議員 他們要來談事情的 那也包括這個 縣長夫人的閨蜜 來送這個相關的煲湯的 所以他們陸陸續續進來 還有下面那個 桃園縣長官邸的女優 所以陸陸續續進來 在那個時候 你知道外籍的幫優 女性的 他還有陸陸續續 他是唯一一個 火口裡面有看過 疑似凶險的人 他看過一個 他因為一大早起來 要拿報紙 所以呢 他曾經在這個警衛室 那麼看到有一個男的 他當時是說一個 看到有一個男的 然後呢 陌生人 坐在這個警衛室裡面 他是唯一看到一個 但是沒有看到很清楚 他只看到一個人 他瞄了一眼以後離開 然後呢 這個縣長夫人則是 覺得很奇怪是 為什麼很吵 就是那個警衛室那邊 吵吵鬧鬧的這樣 很奇怪 有叫他們這個 等於說 去女優去問等等啊 那這些是 倖存者 但是他們都沒有看到 歹徒到底是誰 也就是說至少給我們一個線索 那麼在凶案發生之前 在桃園縣長官邸的這個警衛室 一兩坪不到的這個地方 曾經發生過爭吵 有人爭吵 因為要不然的話 怎麼縣長夫人會說很吵 你知道嗎 有發生過類似爭吵 或口角的事情 然後呢 那麼女優去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發生 這個扭打還是說 這個制服的事情 因為人還坐在那個地方 警衛跟那個陌生男子 還坐在那個地方 再來就是 有一個陌生男子先來 緊接而來 才會有另外一個來嘛 他們應該不是同時來的 但是 在他們離開的時候 就有人看到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外傭呢 他有看到兩個人 穿雨衣走出去 他有看到 而且他明顯的看到 當時這個等於說 他當時看到 他們進來的時候 是沒有戴手套 這個外籍的這個女優呢 看到這個儀式兇嫌 那一位是沒有戴手套 出去的時候有戴手套 出去的時候反而有戴手套 那當然會不會是 因為他染了血跡嗎 不想讓人家看到 要逃走 然後呢又穿了雨衣 然後出去 這是那個外傭 他的女外傭的說法 那麼 整個案子啊 其實最主要是 因為有人要來找 要來找了以後 想說奇怪 為什麼這個 關底的這個門對不對 然後沒有關 然後呢要到警衛室看 怎麼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問 都有點奇怪 後來一看以後 嚇了一大跳 你知道嗎 發現裡面怎麼這個樣子 嚇一大跳 大家才知道出事了 然後關底裡面亂成一團 然後這個 1110打110 119才亂成一團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破案 事實上這個案子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台灣從來沒有發生過 縣長以上的關底 被歹徒直接侵入了以後呢 刑刑式的槍殺 而且制服所有的人 然後現場又非常的慘 現場很小 很小 因為他這個警衛是很小 那麼他顯然是 先制服了警衛 劉明吉了以後呢 那麼把這個 相關的槍支拿到了以後 歹徒唯一自備的武器 就是一把藍波刀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九名被槍殺裡面 有八個人死亡 裡面其中一位我認識 算是很熟 劉邦亮 我剛剛說了 因為呢 那麼你可以仔細注意一下 劉邦友 劉邦亮 他們都是邦自備的 劉邦亮呢 為什麼我跟他很熟啊 因為30幾年前 那麼劉邦亮呢 他本來是霹靂小組 他霹靂小組 也就是說他身手很好 他是霹靂小組 然後呢 後來啊 那麼他考上了 這個台北市的刑警 所以當時分發到 古廷分局刑事組 就是現在的 中正二分局的刑事組 那這個人呢 我會這個印象 非常深刻的原因 是因為 他的眉毛下面 有一道傷口 有一道傷口 那我就忍不住 有一次就問他說 嘿 那個阿亮啊 你這邊為什麼 會有一道傷口啊 他是跆拳道高手 他是跆拳道高手 我忘了是幾段 然後代表警界 出去參加過 相關我們有 全世界有這個 警銷世界 那個運動會 還得過這個獎牌啊 所以呢 他自己本身 是跆拳道高手 可是你知道嗎 劉邦亮後來就因為說 啊 就進回到桃園嘛 那再加上都是幫自備 應該都是親戚 所以後來呢 那麼就調回 從那個中正二分局的 這個刑事組呢 調回了桃園縣警察局服務 那因為應該都是親友 所以呢 就可能有什麼關係管道呢 就進到了這個 現場的官邸服務 那你要知道 在現場官邸服務 事實上沒什麼事啊 這樣真的啦 你就反正就過濾一下 今天輸出的人 登記一下這樣子而已嘛 應該蠻清涼的一個任務嘛 為什麼特別提到劉邦亮呢 因為所有的這個被害人呢 都是被歹徒 從天靈蓋這邊開槍 打下去 然後死掉 唯獨有一個人 那麼他除了槍傷之外 他還有刀傷 有一些這個媒體報導 因為事實上你 千萬不要隨便在這個 網路上Google找到 以為就是真正的這個 等於說線索 有人講說是劉明吉 被刀傷其實不是的 其實是劉邦亮 被歹徒用藍波刀抹脖子 那我問你那 既然有槍 都已經拿到這個 等於說槍械了 而且顯然歹徒是蠻凶狠的 那麼他跟其他人一樣就好了 他為什麼要對這個 劉邦亮特別抹刀子呢 因為他知道劉邦亮是跆拳道高手 他會反抗 也就是說 很顯然很可能的 這兩位歹徒 有人認識劉邦亮 所以知道劉邦亮跟其他人不一樣 劉邦亮跆拳道你知道 就算你有握有武器 我只要找到空隙的話 我一樣可以馬上就被掠倒 甚至可以躲刀躲槍等等 那麼只有劉邦亮 當時當我知道那個驗屍報告的時候說 劉邦亮脖子被抹一刀是藍波刀 藍波刀非常的鋒利 因為以前我們在30幾年前 我們在服役特種部隊的時候 都有配一支藍波刀 藍波刀是非常鋒利的 就是電影DV學的藍波所配的那支把刀 那非常鋒利 那歹徒會這樣做 表示歹徒認識他嘛 這個就是一個線索 就是說歹徒至少他知道 劉邦亮是一個高手 我要講為什麼 大家都會講線索不夠多 剛剛講的已經有指紋幹什麼的 可是問題是為什麼線索不夠多 因為太慘了 然後不知道他們還活著 還是死掉了 所以一堆人就衝進去 那個狹窄的現場 那狹窄的現場最怕的就是 迫害現場 你現場被迫 你想想看 進去的人包括警察 進去的人包括警官 進去的人包括這個消防隊員 對不對 救護人員進去要把救他們嘛 然後在救的時候會怎樣 就把人抬起來嘛 抬了起來以後 血啊什麼東西都流滿地 那歹徒可能留下的激情 就會因為這樣而破壞 所以等到人拿走了 要準備要開始採證的時候 發現現場被破壞 那這些這個 等於說 監視人員也很難得啦 因為這麼大的案件 所以包括刑事警察局 桃園縣警方 全部投入所有的監視人員 可以投入的都投入了 然後可以收證的 可以收集的證據都收集了 但是就沒有辦法 還有甚至於這個案子 最離譜的是 還有DNA 為什麼呢 但是DNA 到底是不是歹徒留下了 不知道 因為這兩個歹徒啊 其實他們在所有的 控制所有的人之後 除了反綁他們之外呢 還有包括這個等於說 把他們這個嘴巴貼上這個膠帶之外啊 有一個人是唯一被膠帶撕開以後再貼回去的 是誰 就是前桃園縣長劉邦勇 為什麼知道 因為撕開了以後再貼回去 這個膠帶上面會留下不一樣的DNA跟毛髮 那些激證 所以知道他曾經把它撕開 然後讓他講話 然後講話以後再重新把這個膠帶貼回去 那麼在發生這個槍案 最奇怪的是 歹徒的槍 剛剛有人懷疑 歹徒是不是另外有11把這個滅煙器的這個槍啊 要不然為什麼在開槍 殺這麼多人的情況之下呢 沒有人聽到槍聲 對 不過這個很難說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手槍的聲音呢 是比較悶的 在密閉的空間裡面 又再加上縣長官邸是比較大的 有可能是因為這樣 大家誤認誤判 沒有把它當做一回事 這也有可能 有的時候槍聲 你會誤以為是放鞭炮 意思是一樣的 那麼除此之外 兩個歹徒在離開的時候 又發生了一件 台灣犯罪史上不可思議的事 既然剛剛槍殺了9個人 為什麼要留活口 對 這也是我接下來想要問的 所以其實不只我們有疑惑 當時的警方見識小組 專案小組也有疑惑 那麼當時跟著鄧文昌 他們一起來的兩美交 也就是說他的祕書啊 肚子餓 沒吃早餐 所以跑到他們兩個議員 進去了以後要談事情 本來約好跟縣長要談事情 所以進去到關底以後 兩美交沒有進去 他下車以後到附近 對面的這個麵包店 去買麵包 然後回來的時候呢 他坐在這個車子 坐在車子上 沒想到兩個歹徒啊 那麼出門了以後 那麼突然之間 打開了這個 莊順興他們相關的這個車子 對不對 進來了以後 把兩美交嚇得一大跳 歹徒當時的裝扮是 穿雨衣 戴口罩 然後呢 持槍 持刀 然後夾持了兩美交 那麼一路就開車 洋長而去 往哪裡去呢 往斧頭山的方向去 而且斧頭山的方向呢 歹徒顯然 因為根據兩美交的說法 那麼 歹徒顯然熟門熟路的 所以他在開三路的時候 完全沒有說要停下來尋找 還是持字等待 沒有他就一路開 那麼這輛車後來有找到 這輛車後來確實被歹徒棄制 有找到 那麼重點來了 重點就在於 歹徒跟兩美交的對話 跟歹徒在車上的對話 那麼歹徒呢 並沒有殺掉兩美交 可是歹徒在談話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們談話過程當中 有一個透露出 那麼客家人專有的台語腔調 他們用台語交談 然後呢就在講 意思就是 管帝有什麼休閨要掰 有什麼撩不去 他在罵劉邦友 哇 還不知道 把他給幹掉 你知道嗎 他就很得意說 他把那個管帝給槍殺了 他們在聊天 然後其中有一位說 老三 然後被另外一個罵 叫你不要叫 叫你不要叫 對啊對不對 老三就是這樣來的 當然這個山是一二三的山 還是山木的山 還是高山的山 沒有人知道 但是就叫出老三 所以後來才會爆發 全國找老三 你知道全國 全國所有叫老三的 那個道上人物都找囉 你知道嗎 只要你叫老三的 全部被掌握 全台灣那個清查黑道 叫老三 被這次清查到無以復加的 這個地步啊 可是大家都有一個疑惑 那為什麼他要留下 梁美嬌的火口 對啊如果他們這麼兇殘 怎麼會留火口 而且他還在這個過程當中 對不對 聊天給他聽 是啊 歹徒好像不在乎 你知道嗎 歹徒好像不在乎 然後呢 歹徒他們講交談的這個過程 那麼後來梁美嬌都有 有分好幾次 在這個警方爭訊約談的時候 把它一如一時這樣寫出來 那麼我相信 為了怕梁美嬌說謊 因為唯一的火口 通常也會懷疑嘛 是啊 所以該做的科學 相關的見識都做過 那事實證明 梁美嬌沒有說謊 梁美嬌沒有說謊 但問題是 那歹徒為什麼要留他火口 就不懂 不懂為什麼留他火口 還讓他把老三 那有人講說 會不會是故意講老三要誤導 那麼有很多很多種說法 然後後來呢 歹徒把梁美嬌棄制了以後 開車揚藏而去 那這輛車子呢 那麼當時在斧頭山上 有一輛車子跟他插身而過 也有在第一時間報案 看過這一部的這個轎車 那個當時的 就是目擊者對不對 跟他們插身而過的目擊者 有通報 那時候的監視器 不像現在這麼多 但是呢 確實有很多目擊者通報 這個獎金從 一千兩百萬 兩千萬三千萬 不斷的增加 就是想偵破 那一直沒有辦法偵破 好了 那現在就是 剛剛交代的是 整個案情發生的經過 然後大概時間 發生在45分鐘之內 把人進來了 陸陸續續進來 陸陸續續被控制 然後控制了以後呢 貨櫃貨座 叫他們這個分別這樣 在最裡面 然後在最外面 然後誰是最外面進來的 就包括這個 剛剛講的那個 鄧姓莊這兩位議員 他們是在最後面 所以研判他們應該是 最後面進來的等等啊 那麼全部都把那個順序都知道 誰是在哪個地方 誰是在哪個地方啊 然後再根據這個 相關的交代 那麼查出 他們的順序是怎麼樣了以後 那因為台灣從來沒有發生過 這麼兇殘用天靈蓋上 開槍打人的事 那就去研判 把所有以前行凶過的 這些殺手的習慣什麼東西 都經過一番的研判 那 總共警方理出五大方向 就是說你一定要去查到底 命案行凶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嗎 是 總共包括林祥坡工業區開花案 包括一些相關的 這個取締特種行業 包括黑道之間的恩怨 包括那麼警衛之間是不是有跟賭場有恩怨欠錢 包括劉明吉私人的交情 就是第一個在槍被搶走的那個警衛 包括我剛剛講的劉邦亮對不對 這些全部都查過 總共有五大方向 單單當時清查的對象就超過800多個人 但是很奇怪 很離奇的事啊 這個案子最離奇的是 那麼方向那麼廣 出動人投入的人力這麼多 刑事警察局大概都經兵窮都下去了 因為這個案子太大 太大一定得偵破 可是問題是又有 後來又發現 在那個牆壁上 在那個椅子 在那個椅子的這個等於說 裡面都有指紋 查出總共有十幾枚的指紋 那麼經過排除了以後 因為現場所有到過現場的警察警官 跟那個救護人員 他們的後來都來做指紋 還有做DNA 為什麼會做DNA呢 因為懷疑啊 那麼現場有個口罩是不是歹徒留下來的 所以那口罩的DNA也做了 所以有DNA 然後呢 那麼甚至於還懷疑說歹徒會不會是B型的人 這些都懷疑 可是問題是你這些都是懷疑 因為你沒有要比對出相關的人 但並不表示說就是歹徒留下來的 那麼還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是 其中有一枚指紋竟然是一個派出所的員警 他說他從來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他說他從來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那當然他講的到底是不是實話 不知道 因為他說他在那個案發時 確實沒有出現在這個地方 但他以前有沒有來過 不知道 還是這個椅子他曾經在什麼地方摸過 而這個椅子出現在這裡也不知道 可是現場就有他的一枚指紋 你知道嗎 然後查出來以後是警察 那因為當時又會懷疑說 行凶手法這麼專業對不對 這麼膽子這麼大 會不會是警察所為 情治人員所為 當時也有這樣的一個研判 可是呢 因為沒有其他的我說過了 所有能夠做的科學見證的方法都做了 包括策法 那怎麼辦呢 那都驗不出來怎麼辦呢 那既然科學不行就來懸學吧 所以就這個案子是我看過 關落陰最多 大家說勘昂瑜 勘昂瑜就是花蓮以前以來花蓮最有名 就是有靈媒 然後通常是女性 穿輕衣服的女性 讓王衡從地府調來 然後問話 很奇怪 每次只要問情節都對喔 問情節可以講 但要問他瞎手是誰 就不能講 那問為什麼 因果 教會跟你講因果 就有這有因果 就是他可能這個上輩子的什麼原因 然後這輩子什麼什麼 反正都講到兇手的名字之後 就不能講 唯一有一次聽說有再一次的 這個等於說 關落陰 也不是關落陰啊 就是勘昂瑜的過程當中 聽說有腹耳在耳朵旁邊 講過兇嫌的名字 那當然道理是真的假的 不知道 那麼可是警方啊 從各式各樣能做的都做了 而且他們掌握了好多個 但很奇怪的是 他們一掌握到兇嫌 其中在追查一個很特殊的人 這個松聯邦的份子呢 莫名言要死在這個 現在的新北市 以前台北縣的三支石門的 一個廢棄大樓裡面 而且還被焚屍 你知道嗎 都就是要找他 就沒想到要找到的時候 等發現他人已經死了 那為什麼 然後呢 或者是跟這個案子 有關係的人在清查的對象 出來散布買個東西 突然間 下車了以後沒多久 心臟病突發 就走了就死了 死的地方還在 劉邦陽關底的斜對面 然後這些種種的跡象顯示 讓人家覺得不可思議 那最後當然這個地方 因為陰氣濁濁對不對 陰氣陰深深的很可怕 那麼一些靈異傳說就免不了 就大家走過去的時候 就說會有那個風 含風等等 然後還有這個披薩店 反應有人叫披薩 地址就是這個 劉邦永關底 在警衛室 然後呢 嚇死大家了 然後甚至於還有這個半夜 甚至於聽到好像是警衛室的電影 那個電話還會叫還會響 後來發現說是好像沒有切斷還怎麼樣 那麼剛好後來必須把它拆見 因為老是放在那個地方對不對 因為包括李昌玉博士 都已經來看過看驗過了 能做的都做了 你再留下來沒什麼意義 所以要拆啊 就進去的時候呢 裡面有糗隻貓死在裡面 那為什麼集體死在那個地方 難道是為了要討鳥氣油嗎 用老鼠藥嗎 把它弄死嗎 然後後來承包 聽說承包商在拆這個劉邦永關底的時候 也是意外事件一大堆 甚至還有 我忘了什麼跌斷手 還是跌斷腳的事情發生 就很多 很多那個非常靈奇的事情發生 那他們還去拜拜 然後最後這個地方啊 拆光了以後 就放著曬太陽 我們台灣的這個凶宅 尤其是凶宅大樓啊 那因為太兇了 如果你把它拆掉 就直接改建的話 沒有在民間傳說裡面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讓這個 陰氣跟怨氣的散掉 所以就讓他這個曬太陽 那麼曬太陽了以後呢 那麼你要蓋成其他的大樓 可能有點害怕 就蓋成桃園縣警察局 第二大樓 鎮壓的概念 對不對 錯了 根據本人跑社會新聞的經驗 警察局是全世界全台灣 大概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 醫院對不對 跟刑場之外 最陰的地方 那警察局不是拜關公嗎 是啊 我跟你講 後來我後來我去問 問後來問專家以後才知道 哎呀 關公關老爺啊 講義氣 所以呢 凡是這個孤魂野鬼要鬧的那種 妖魔鬼怪 他當然不可能 不可能拉進來啊 他會這個等於說翻臉啊 他會抓妖啊 但對於那些有冤情的 他不一樣了 所以後來警政大樓 掛好那個蓋好了以後呢 新的電梯常常很奇怪 我按著樓層 沒到到其他的樓層 門打開這樣子 然後電梯那邊起起落落 後來發現一件事 那電梯那個位置就是本來 八個人沉濕的那個 關底的那個 等於說警衛室的地方 所以後來因為這樣子 就由侯友宜這邊放了一個 關公的箱 在那個電梯的地方 哎 所以奇怪從此以後 就沒有再發生類似的靈異時間了 今天非常感謝瑞德哥 跟我們做這麼精彩的分享 但是我強調喔 隨時可能破 因為這個案子 所以我們法律修改了 相關的法律追溯權 從此以後再也沒有法律追溯權 在殺人罪的部分 所以呢 或許20年30年 不知道幾年突然間就破了 今天謝謝瑞德哥 帶來這麼精彩的分析 下一集我們還要再邀請瑞德哥 來跟大家分享 當時另一件震驚台灣社會的 白曉燕命案 謝謝 敬請期待